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所需要的工具 我们需要粘土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改变它的颜色 大致四种颜色就可以了 主要我用了紫色 粉色 一点点蓝色 还有一点点粉红色 你可以自己换 然后我们还需要最基础的一些小工具 也有可能会用到剪刀 你也可以准备一下 好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请你找出一张纸 拿一支笔 跟我一起来画一画我们的小粘土的分布结构图 这样子它能够更好地帮助你去学习 第一步 我们要先制作小兔子的这个脸 我们用圆形或者椭圆形制作就可以了 还记不记得我们的这个圆形或者椭圆形的扁片是怎么制作的呢 我建议你用使用多一些的粘土 如果你的粘土多呢 就会做出来这个更容易制作它的细节 第一步我们揉一个圆球滚一个大圆球 然后只需要轻轻的往下一按 看 我们这个圆形就得到了 好 记住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哦 它一定要在桌子上面制作 你看 老师在纸上呢 它呢 就有点粘住了 所以呢 你在桌子上按 能保证它这个一面啊 是非常非常平滑的 非常这个非常的smooth 好 这是我们的头 先给它放在旁边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大家来看啊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小兔子呀 我们要给它加上脸中间的这个部分 这里怎么做呢 我们要先制作一个粉色的小圆形 一层一层一层的来做 所以接下来要制作一个粉色的小圆形 当它的嘴巴周围的这一圈 你看粉色的圆片片 制作好了以后呢 你就直接拿的拿上它 把它轻轻的按到这个紫色的圆脸上去 这个将要是小兔子的嘴巴 轻轻动一动 好的 再然后咱们就要制作这个耳朵了 这个耳朵是怎么制作的啊 首先是紫色的大椭圆形 加上一个粉色的小椭圆形 这两个都是椭圆形 粉色的大图形 错了 紫色的大图形加上粉色的小图形 好 第一步我们先来拿出两 咱们这样要先找到两个尺寸一样的粘土 然后呢老师这个粘土很软啊 如果你的粘土特别软 一定要记住把它放在桌子上面去制作 好 看我 这是一个椭圆形 圆柱有点像 更多有点像圆柱形 看两个耳朵 我轻轻的把它们按 扁一点点 大家看到了吗 按扁 然后我再拿出粉颜色 当它的耳朵的中间 粉粉的肉肉的耳朵 看到这个图形了吗 大家看到这个图形了吗 两个椭圆形 轻轻的给它按扁 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两个放上去 看我放的位置 看到了吗 我们的这个耳朵 耳朵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是一层一层用不同的颜色加上去的 好 在现在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耳朵 你就可以把你的耳朵 可以给它放到 它的脑在它两边去 我把我这个脑再放在旁边 看清楚 看到了吗 需要给它一些时间 让它彻底的在那里干一下 我来给我的黏土做一些调整 让它的这个形状看起来更漂亮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完成了它的这个脑袋和耳朵 那再然后我们要干嘛呢 安装上它的鼻子 还有脸蛋 还有眼睛 这个眼睛啊 你可以直接用笔画上去 或者用黑颜色的黏土 都可以 那么这个鼻子呢 看 鼻子 小一点 圆形或者椭圆形的小鼻子 看到了没有 然后是左右的小脸蛋 小小小小的圆 特别小特别小的圆形 用特别特别小的圆形就可以了 到那边 轻轻的按下去 看 然后还可以给它用小刀子的工具 在这里面画一个小小的嘴巴 这样 怎么做这个嘴巴呢 轻轻的往下画一下 看到了吗 这是我们小兔子的小嘴巴 轻轻的往上面刻一下就可以了 OK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子呢 你的这个小兔子的头部就完成了 再然后啊 咱们要给它制作这个小兔子的身体 小兔子的身体 就用一个椭圆形 可以稍微有一点厚度 咱们把这个圆形啊 给它变成一个椭圆形 试试 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轻轻的把它拿起来 放上去 我们轻轻的把这个小兔子呀 头跟它的身体给放上去 Next 我们需要加上这个领结 漂亮的领结或者蝴蝶结 这个要怎么做呢 OK 首先呀 我们要先做这两个部分 就是领带的这个部分 领结的部分 好 老师现在想用一个蓝颜色 记得要把你的黏土盖盖上 我想用蓝颜色的黏土 好 我想给它做一个大一点的零件 你们来试一试啊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你可以用剪刀 给它剪出想要的形状 第二种方法就是 我用一只手按住它的一边 看到了吗 我给它揉出了一个尖尖的形状 然后轻轻的往下按住它 它是不是变成一个 有点像三角形的形状了呢 好 这个也是啊 只按住它的一边 三角形的形状 如果你觉得这个两边呀 要是太尖的话 要怎么办呀 你可以拿这个剪刀 这里给它剪平一点 这是一种方法 好 如果你没有这个剪刀啊 你可以用这个小刀子的工具 这样子 按一按 给它按回来 看到了吗 效果是一样的 看我怎么放啊 这个 放在这里一个 放在这里一个 中间 请你用这个小刀子 给它轻轻的按下去 这里 还有这里 然后可以用你喜欢的颜色 我们给它中间加一个小圆形 这个就是漂亮的小领带 就这样子完成了 好 再然后就剩下的是它的 这个腿和 就是手 还有脚 那手和脚是什么形状呢 就是一个细细长长的面条 但是我们要这样子给它弯过来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要给它弯过来才行 很简单 咱们先来制作它的小脚 我们先来制作它的手和脚 用特别特别细的 特别特别细的这个小面条 当然了根据你的能力啊 你自己去来安排 你想让它是更细呢 还是更粗呢 自己来安排啊 好像有点长 这个有点短 我要把两个手都搓得一样长一样细才行的 这两根小锅锅要一样长啊 然后咱们轻轻的把它拿起来 这样子 放到它的身后 这边 放到它的身后 看见目前你的小兔子是这样了吗 然后啊 根据你自己的喜化啊 咱们可以这样子给它弯过来 让它呢轻轻的抱在它的这个身前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手是 是这样子给它弯过来的 然后就是这两只小脚印 是这两个小脚角的部分啊 用同样的方法 这一次这个腿啊 腿可以稍微的短一点 稍微的短一点 不用那么长 看到这两个形状了吗 然后我们轻轻的把它拿起来 这样子放上去 看我们这样子给它放上去 看到了吗 最后我们要给它加上这个小尾巴 圆圆的 或者可以大一点 看我们把这个小尾巴塞在它的身体旁边 看上去就像是个小尾巴就可以了 无论大小 就是有就可以了 看上去就像是个可爱的小兔兔 好 现在啊 我们的这个小兔兔呀 整体就完成了 那 你们看 我的这个小脚印上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脚垫 这个怎么来做呢 我先给你们放大一下啊 咱们给它加一个细节 好 这里我们给它放大 我们可以这样子加上一个圆 两个圆 三个圆 哎 做一个小泡的这种感觉 小脚的 这个小肉垫的感觉 那这个怎么做呢 拿出你粉色的黏土 做特别特别特别小的圆形 看特别特别小的圆形 一个 然后特别特别特别小 特别小 一个圆 这个是细节 detail 两个圆 三个圆 哎 看到了吗 这个脚胶是不是看起来就会特别的可爱 有细节呀 对不对 这个是 这个属于一个challenge难度啊 因为它呢需要一个很好的精细动作 所以根据你们自己的能力 自己来 决定要不要按它 我把这两个小脚胶都给它按上小肉垫 特别特别小 一 一 三 你甚至可以用 可以用各种各种各样的marker往上面加上各种各样的颜色 比如 你看我可以用 你看我可以用marker画上更多的细节 看看怎么样这样子是不是更好看更好玩啊 哎 这样子 这样子我们的这个作品呢就正式完成了 我想看看大家能不能有更好的idea 把你的这个小兔子啊给它变得更好看更好玩 怎么样 大家喜欢不喜欢 感谢你的收看哦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